我?卖菜的?甜北花? 却让人感觉太累 也许你很尊贵 也许我很卑微 不是我的卑微 却我的有自有为 吃的香 睡的粥 抱酒一杯 心头醉 终朋友 将一起 不贪不黑 心无愧 快快乐乐 度人生 人生知足 心最美 人生知足 心最美 吃的香 睡的粥 抱酒一杯 心头醉 终朋友 将一起 不贪不贪 不贪 不贪不黑 心无愧 快快乐乐 度人生 人生知足 心最美 人生知足 心最美 人生知足 心最美 不贪不贪 傅清云 你放心 我们都是江湖中人 一言九鼎 只要你今天写了这封信 如今这世道 一言九鼎的事 还存在吗 写不写 快写吧 漏水了漏水了 快漏水了 快漏了 我拿着 荣儿 殿下 你下去吧 你该好好在床上休息 派医说了 不用 做活动活动血脉 就会好得快一些 荣儿 这段时间 为了我 让你受苦了 来 坐 殿下 何出此言 殿下 是荣儿的夫君 夫 就是天子出了个头 天子出了头 殿下 就是荣儿的天 荣儿的生命 就是为殿下而活 流一边血 算什么呢 就是殿下让荣儿去死 荣儿 我不许你说这个不吉利的字 自你入宫以来 我对你一只很冷淡 真正该死的是我 陛下 我也不让你生这个不祥的字 荣儿 你能感觉到吗 是你额上的血 融化了我心里的冰 荣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陛下 荣儿 荣儿 月光为正 今生今世 我与荣儿永结同心 月光为正 月光为正 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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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黑道 这可是天老 站着进来 躺着出去 大爷 大爷 想要活命 你就听我的 小人听你的 小人听你的 忌妒 离审的时候 你就招供说是九千岁的人指使你干的 什么 九千岁 说错一个字 你也必须做十八代 小人知道 小人知道 下手 你让我进去 你让我进去 什么回事 大人 我是来看黑道的 天牢重地 不准探视 大人 我们黑道是太子的结拜哥哥 你不看僧面 看佛面 看在太子的份上 桂花 这回是皇上亲自下旨 我一定是要杀头的 快走吧 黑道 都是我不好 是我害了你 我真是可服的命 鬼花 都快把你挤死了 你怎么又来了 黑道 明天提审 你要说是国舅爷 指使你做的 国舅爷 对 你又敢了 就照我说的做 保你平平安安 否则的话 就叫你脑袋搬家 小人不敢 小人知道了 国舅爷 怎么了 又改了 又改了 桂花娘娘 大人 太子殿下她在吗 太子被软禁了 软禁 太子被软禁在宫里 任何人不得探视 你还是走吧 太子也成了犯人了 太子 都是我害了 都是我害了你 万子爷 该歇着了 一件龙袍 天洞 父子 真 怎么能睡得着啊 这黑洞 他已经承认了 是他私放的龙袍 太子是清白的呀 太子是清白的 可是这件阴谋 是安藏的 这黑洞 他跟江头报 我要仔细审问他 这样说出 这主谋之人 小梁 在 你认为谁诸神合适啊 那他用问 当然是九千岁了 哦 娘娘 您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这会儿吃龙肉 也没嘴味了 去 娘娘 千万别这样说话 说走了话 皇上要砍头的 我该死 我又乱说话 算命的说我可负 我过了门 靠了春牛 又靠了太子 现在又靠了黑洞 我 我是不是 恶鬼偷胎啊 娘娘 娘娘 黑洞大哥 为救太子殿下 挺身而出 这种不怕死的精神 宫里头大家伙 都特别配死他 佩服有什么用 人头都快没了 黑洞要不娶我 还卖他的菜 啥事也没有 娘娘 你看 菜都凉了 你快吃吧 我不吃 黑洞死了我也死 我和他一起死 我还活着 干什么呀 三天能饿死吗 娘娘 你怎么能死呢 你要是死了 那谁救大哥呢 救谁 救黑洞 您啊 皇上铁面无私 他把自己儿子都关进来了 黑洞犯了这么大的罪 把这神仙也救不了他了 娘娘 你平常说书 多好听 那书里头 有好多记 记 我想想 凤城记 不对 吊虎离山 美人计 我救不了黑洞 我是头猪 娘娘 您别着急 来 快把东西吃了 吃了之后就有精神好好想办法 吃东西 想办法 酒黑洞 对 对 我吃 奶奶 我吃 我吃 走 小队爷 你请坐 黑洞 起来 坐 来到这地方 你不要怕 我为你做出 千岁 龙袍的事儿 是谁叫你干的 看不清啊 想想 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他 他 是什么人 他 是 国舅爷的人 不管做什么事 可不能冤枉好人 真的 他是国舅爷的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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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在国舅府里 看见过他 真的吗 嗯 没错 嗯 你们 你们几个 在狱之间效力多久了 好 灰 皇上的话 奴才在狱之间 十五年了 奴才八年 奴才十二年 朕的龙袍 都是你们亲手做的吗 是 是 张良 在 嗯 这些龙袍当中 有一件是公外私制的 你们看得出来吗 呃 这手工好 啊 回禀皇上 呃 此件龙袍 乃是 公外私制 嗯 不错 嫁祸于太子的龙袍 就是这一件 啊 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啊 朕 看了很长时间都无法区别 是不是 这件龙袍的手工差一点 回皇上的话 这件龙袍的手工 要胜过其他三件 哦 这假龙袍比真龙袍还好 我们几个人做的龙袍 是赶不上这件龙袍的 哦 能做这件龙袍的工匠 工历至少有二十年 二十年 工内 玉之间 我们几个人最老 谁也做不出这样的龙袍啊 二十年 张良 奴才在 把玉之间告老退休的名单找出来 是 黑豆啊 起来 起来 小人不敢 小人不敢 黑豆啊 你的公辞我可都看了 公辞 你居然说是我的腹中之人 这是你干的 你好大的胆子呀 你啊 不不不 是 是九千岁的人 九千岁 没错 是 是九千岁的人 是 你看清楚了 呃 看清楚了 是九千岁的人 是 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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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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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娘娘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想办法想了一夜也想不出来 只有邱菩萨去我们家黑豆了 啊 你跪了一夜 只要能救出黑豆跪三天我也心甘情愿 娘娘快 快起来 喂 秀秀 我要是死了 你把我和黑豆埋在一起好吗 娘娘 怎么能这么说呢 哎 有一个人能救黑豆大哥 谁 我给他磕头去 太子天下呀 太子 太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皇上把他软禁了 黑豆大哥一招认 太子清白自显 皇上软禁他 哎 那是要保护他呀 哎 秀秀 你有的时候真聪明啊 父子秦深 需要太子殿下亲自为黑豆大哥求情 皇上啊 一定会赦免他的 嗯 别提了 他不让我见太子 那个金总领凶得很 哎 娘娘快想个主意啊 想办法 嗯 拖刀计 哎 拖刀计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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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面埋伏 不行不行 孔明 在下 在下只知圣旨不知其他 赶快走吧 走 我不走 哎 哎 各位弟兄日夜操劳 我给你们说道书怎么样 说一段 这儿 成了金捉皇冈 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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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陪我贬子 陪我贬子 不许胡闹 再胡闹金某就不客气了 拿下 谁敢过来 住手 何人在此缺活 太子 太子 嘿嘿 你以为我要进去啊 哼 我这是声东击西 嘿 三国里赵子龙的想法 哎 我跟你胡找蛮缠啊 修修早从后窗进去了 娘娘 太子已经知道黑豆大哥的事了 嫂子 黑豆大哥的事 我立刻去见父皇 太子 殿下已被软禁不得出宫 走 哎呀 大胆 太子你敢来呢 吃了帽子打了你 殿下恕罪 末将军令在身 不得不请太子留步 今时 父皇面前 我自会解释清楚 上车 殿下 殿下 顾客 圣旨在此 太子出宫 就是抗旨 哎呀 殿下 不能抗旨啊 快回去吧 抗旨就抗旨 父皇面前 我自会请罪 上车 快拦住太子 太子输罪 今时是奉皇上之命 太子若一意孤行 凶怪今时冒犯 别动 我的贬单是沾了毒的 谁要沾了就没气了 嫂子 快去 太子快 快走 快走 怎么样 天啊 我前过还能抗旨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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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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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我了 嗯 嗯 皇上 这个黑豆 一会儿共称是九千岁的主谋 一会儿又共称是国舅爷的主谋 今天是血口喷人 启离陛下 黑豆乃是私藏龙袍之人 他既然向国舅指证臣帝 那臣帝就是一范 黑豆供辞反复 有地何必在意啊 就是嘛 黑豆是乡家人不惊吓 天罪 算了 国舅爷你错了 陛下 太子一案已经震撼朝野 臣帝愿请陛下将此案交予刑部 大理寺和会审间三部会审 臣帝愿作为疑犯出庭问讯 千岁你 国舅爷 怎么样 愿意试试吗 去就去 我怕什么呀 你们都是皇室工人 不必再吵了 七百万岁 那黑豆冒犯天威 辜负皇恩 不论何人足是 私仓龙袍已成事实 请万岁降旨 将黑豆临时处死 以警天下不法之徒 临时处死 万岁 此乃我朝律法明定 国法如山 不可宽恕啊 不 父皇 谁让你来的 父皇 孩儿该死 请父皇赦免黑豆 太子 神言 父皇 黑豆哥是被别人蒙骗的 他是不知情的 住口 朕只问你 给你下令软禁 你知道吗 黑豆 他是不知情的 你知道 下令软禁吗 儿臣知道 朕的那叫圣旨 你看到过了吗 儿臣看过了 好大胆子 看到朕的圣旨 还敢擅自离宫 皇上息怒 息怒 殿下 快随老臣回去 快 父皇 孩儿虽该万死 但仍要为黑豆哥讨一句公道话 太子别说了 黑豆 区区草民 他甚至连龙袍什么样子都没见过 一时的疏忽 我堂堂皇家之人 岂能如此计较 殿下 不可对皇上无礼啊 我朝律法明定 黑豆 应判死罪 我朝律法也有明定 太子愿为黑豆赎罪 太子殿下 你 你可知道 要赎死罪 你必须放弃什么 儿臣知道 这 儿臣愿放弃太子之位 以赎黑豆之命 啊 皇上 皇上 太子他有病 他说的话不能算数啊 他说话不能算数啊 皇上 太子他是一时胡言乱语啊 是啊 九弟 你有何说法啊 我输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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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父皇 都起来吧 都起来吧 啊 啊 朕跟九弟打了个赌 他认为 朕下令软禁太子 太子不可能 为了一个卖菜的草民 冒险前来面胜 皇上却说 太子赤诚之心一定会来的 见到我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我赢了 兄弟 赢了 有什么奖品呢 皇上在打赌之前说 如果太子来为黑豆求情的话 那他必将要赦免黑豆无罪 谢父皇 鬼花 黑豆 鬼花 黑豆 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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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死我了 鬼花 黑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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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花 你怎么来了 黑豆 我来看你来了 黑豆 黑豆 鬼花 他们打你了 他们打你了吗 早知道坐牢能跟你在一起 我早就废我的小子了 这下可倒好 咱们俩公伯 死在一块 黑豆 我不好 是我不好 我是可抚命 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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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件事你要答应我 下 下辈子 你还走我老婆 下辈子 黑豆 黑豆 你不会死的 我求太子去求皇上 鬼花 我这次死定了 黑豆 你不能死 真的 鬼花 昨天老这些日子 来了好多人 让我供出主谋是谁 有的说 是九千岁 有的说 是国舅爷 还有的人让我说 大将军是主谋 怎么扯到他们三个身上了 他们三个 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你说 是不是 鬼花 一个 是皇上的兄弟 一个 是太子的 舅舅 还有一个 是太子的岳父大人 他们都是那么大个官 他们能怎么样的 车来车去 还得拿我这个卖菜的开刀 这怎么跟大古书 宋公历史唱的一样 鬼花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鬼花 他们来了 鬼花 鬼花 我先走一步了 你可得答应我 我在奈何桥上 等着你 快等你放心 你前脚走 我后站就跟上 你要是找不着我 就站在奈何桥上 喊我一声 喊三声 我喊死了也要找到你 害等 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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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二位了 你们可以回家了 我来 真是的 完了 完了 什么完了 好容易到手的荣华富贵 转眼什么都没有了 完了 你呀 这小命刚捡回来又不知足了 有啥呀 咱们家本来就没啥 是卖菜的 这现在卖菜还是卖菜 这没啥 没亏本 亏大了 我要知道有今天 说什么我也不进宫 我啊 非得讹他一笔啊 赏钱不可 你呀 别再做梦了啊 咱这日子还得过 来 把这东西收拾一下 我这个太子哥哥 算个屁呀 啥也没捞着啊 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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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啊 别狠狠自己啊 男子汉大丈夫干嘛呢 我洗衣服去啊 唉呦 要弄 唉呦 要弄 哎呦 队伍 快走 怎么了 快走 快走 坏人在哪啊 不是坏人 是他 谁啊 龙袍 龙袍怎么又回来了 真是丢了 怎么老跟着我 我的娘啊 他把我还惨啊 你也真是的 你 你把龙袍打包拿回家干什么呀 上回太子出事 就让皇上拿走了 我哪会把龙袍放这啊 说的也是 那这包袱 包袱是张公公给我的 张公公是皇上贴身太监 那能不能是皇上叫张公公 把龙袍打这里了 哎 哎 快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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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跪下 谢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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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 龙袍 龙袍 皇上 根本不是真心赶咱们出宫 是有事交给咱们去干 把龙袍交给咱们了 对呀 这么大的政务交给咱们是多大的面子呀 这说明啊 咱们还是皇家的亲戚 不 是皇上的亲戚 让他干嘛呀 长龙袍 那还用说吗 黄宫里玉之间的帮太监我都熟 只有他们才能做 这假龙袍不敢去宫里做 都 所以拿出来 都 这要查出来 太子不就没事了吗 对呀 京城里的采访我都熟 为了救太子 我黑道出马 一个兵俩 磕头 磕头 皇上 一定要救回太子 一定要救回太子 皇上驾到 叩见 叩见皇上 李直 你终于职守 朕甚感欣慰 这么弄的 看我的 父皇 父皇恕罪 儿臣不知道父皇驾到 平身 谢父皇 龙儿 你怎么不起来 皇上 荣儿有话要说 站起来说吧 谢皇上 龙袍已暗 黑道已经承认是他栽赃 太子清白自分 为何皇上还要求定太子呢 黑道虽然认罪 但众人皆知 他和太子结拜过 宫中甚至有人传言 说黑道是拿了钱 才为太子顶对的 不对 太子不会干这种事的 龙袍一案不破 主谋者一日不抓获 太子就设有重贤 朕就不能不依法囚禁太子 皇上要关 关荣儿好了 荣儿 国事绝非家事 岂能视同而戏 国事并非家事 可法律不外人情 荣儿喷去皇上 释放太子 不必说了 后宫有归 妃子不得干政 父皇息怒 太子妃入宫为酒 一时糊涂 太子妃是未来的国母 要有体统 朕虽然依法囚禁太子 可是我还是让她留在自己的家里 没有行动的自由 不叫假 被人监视 也不叫假 你看你 一个丈夫 连自己的妻子都管教不好 一件龙袍扯出这么多风波 将来如何治国平天下 父皇息怒 儿臣知罪了 请皇上释放太子 为以重任 太子必能查出龙袍真相 给皇上一个雕带 父皇 请给孩子一次机会吧 说来说去 你们就是要太子出宫 荣儿 你究竟有何居心呢 荣儿是有居心 这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居心 太子无罪 却要被监禁 太子有为 却不能为以重任 皇上只知恳求太子 却不知自行 放肆 父皇 一个黄毛丫头 也敢教训朕 本以为 给你找个温良功俭让的太子妃 可没想到 给你找了个小武的天了 不 他不是武则天 您错看他了 什么 你也敢紧撞针 过门才多久 二边风就删起来了 我做父亲呢 还比不过他 荣儿他不是那种人 他的一言一语 都是肺腑之言 是发自内心的 孩儿都担请命 荣袍一案 七日之内必将解破 否则将按国法论处 嗯 好 朕就成全你们 你不是想出宫吗 好 来啊 准备轿子 马上送太子妃回娘娘 父皇 您真的同意了 荣儿 咱们这次可以出宫散散心了 太子哪也不能去 啊 你现在是疑犯 必须转禁在此 寸步不离 不 荣儿要和太子在一起 太子在哪儿 荣儿也在哪儿 这也是荣外的家呀 这儿没有自由 这儿有人监视 这儿不是你的家 皇上 你 怎么要拆散我和太子 父皇 将军府才是你的家 该回去看看你娘了 不 荣儿不回去 荣儿要和太子在一起 还愣着干什么 是 复活 此事应该由孩儿承担 不要赶荣儿走 他不走行吗 他再多待两天 我的儿子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了 荣儿 现在朕倒怀疑 这龙袍是不是你做的了 我 皇上 请不要再荣儿走 以你之罪 早该问斩 朕若不是看在大将军为国有功 你以为 你现在还可以站在这儿说话吗 太子妃娘娘 要子备好了 父皇 君无戏言 趁现在朕还没有后悔 快走 父皇 你 你再多言 我就把你移到天牢里求尽 你 殿下 别说了 什么也别说 别说了 荣儿愿走 不 即使 莫现在 人家看守 任何人不得进入太子请宫 是 若再发生你私放大将军入内的事 我先斩了你 末将之罪 我没事 我也该回家看看了 朕尔 自你入宫以来 还是第一次离开我 你一定要多多保重 朕尔 朕尔也有娘 我的娘 一定也想看看我 太子 你也要多加小心 朕尔 放心吧 我会跟父皇讲 请他让你尽快回来 朕尔 朕尔 让我最后再服侍你一夜吧 朕尔 放皇上圣旨 宫送娘娘反逢 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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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nt 因为这遍遍遍bul云深埋 一思 伤心和脱虚痴 幸马 一笑 吗 也不远 这遍遍遍痛痛痛快快 爱和我们是一个乱生兄弟 静一筹谁又能把它分开 情形是仿佛是狐狸 狐独 嘴梦中又好似明明 拜拜 话好看过难 再人一边心难猜 春孤岛树难 再动不作也难赖 是喜是怒 谁说不是情不是情 是愁 是狠 谁说不算爱不算爱 无情人从不把真情掩盖 无意这片片吧 无意深埋 伤心是护去是哈哈一笑 欢乐是却哭个痛痛快快 爱和恨是一对男生兄弟 情形是仿佛是狐狸 狐独 嘴梦中又好似明明 拜拜 话好看过难 再人一边心难猜 春孤岛树难 再动不作也难赖 是喜是怒 谁说不是情不是情 是愁 是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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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不算爱不算爱 花好看数难 再人一边心难猜 春孤岛树难 再动不作也难赖 是喜是狠 是狠 谁说不算情不是情 是愁 是狠 是狠 谁说不算爱不算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